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特別請教的穿搭達人 我們的學姐 我覺得來這邊嘛 一個戰場的投入 那當然選舉不用這麼的肅殺啦 我覺得一方面跟這些年輕的夥伴們一起 然後大家一起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我今天稍微穿了Tim KP的T恤 我覺得給自己一個算是期許吧 我覺得我們一起來把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完成 會覺得自己在市府關係來講會有什麼差別 當然還是不一樣 我覺得來到辦公室一方面工作的內容可能更集中 那第二個我還要帶領發言人團市長交付我這個任務 那所以包括可能一些主要的回應 還有新聞的輿情上要跟這個近辦的同仁啊 小牛這邊他們一起來配合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比較走向快速打擊部隊的一個節奏 那跟過去市府發言人在角色的拿捏上 當然這邊畢竟是近年辦公室啦 我覺得政治的議題回應上可能還是會比較多 可是必須要問喔 之前就是有傳聞說 在辦公室裡面多頭馬車的部分 然後政治內鬥的部分 您進來之後有沒有辦法寫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競爭方式 我覺得 我覺得我今天因為剛來喔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多頭馬車啦 那過去任何地方都會有不同大家對於專業問題的一些堅持 那我希望我來了之後可以扮演一個潤滑劑 也可以扮演一個所謂 過去人家說一個連接器吧 那我這邊包括府內的同仁我也比較熟嘛 我覺得就不會有資訊上的落差 學姐可以問一下 以後就是進來這邊之後 主要公開的事情 目前可能會做社群的部分 然後因為之前有擔任過記者 所以在新聞方面有一些了解 所以也會幫忙負責媒體朋友的動線安排 或是新聞輿情的部分 所以市府內工會結席 對 市府的部分在9月1號的時候就辭職了 那現在競選團隊裡面的成員應該都陸續到位了 那你自己在進來之前有沒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誰是誰是誰 之前競選團隊的海選的同仁有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但是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來熟悉大家的臉跟名字這樣 那可以幫我們稍微講一下說現在競選團隊的成員 目前海選的部分是有13位同仁 那其餘的可能是由市府轉過來的 或者是其他的志工朋友來幫忙的這樣子 所以工作內容跟之前差不多就是社群的部分 對也是做社群跟新聞媒體的部分 所以其實跟市府之前差不多 但是在這邊的目的跟工作的內容 節奏可能會再比市府更快一點這樣 請問一下之前因為你有去跟市民的站台嗎 那會不會覺得說在他們立場上好像有點不一樣 立場的部分我覺得我跟玉芬其實是好朋友 然後我們也在政治的理念上蠻像的 其實我們很多次的聊天中間 我們都發現我們在政治的理念上很像 跟對台灣政治未來的想像很像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來力挺自己的朋友是沒有錯的 因為最後林昌佐跟黃玉芬都訂到說不簽認同卡 這件事情對於支持他會不會有一些抵觸在 我覺得認同卡跟支持他這兩件事情 可能沒有辦法連接在一起 這16條認同卡當然 16條規則在認同卡上當然是柯市府 柯文哲市長過去三年半在市府裡面做到的事情 但是玉芬可能也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也有她自己的理念 所以我是以個人身份跟朋友的身份來力挺她 所以未來也是不排除會跟其他的政黨候選人站台嗎 目前這個部分我們都還在規劃中 那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幫助其他候選人 或是推薦該推薦的候選人給各位選民 都還是需要規劃這樣 會不會怕之後出席活動的話 因為你經緣氣也是蠻高 然後會可能搶走一些柯市長的焦點去 不會 我覺得還是以宣傳柯市長的理念為主 那我個人就是幫助候選人這樣子 會有擔心說市長不會到的場合 你去的話好像變市長替身的一個概念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自己其實跟柯市長的理念蠻像的 所以他其實講過很多話我自己都蠻認同的 所以就只是把柯市長的理念再帶出去給別的人這樣子 不會當替身我還是我 然後柯市長還是柯市長 分進合集 分進合集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也去做你的柯也去做他的 然後兩個理念都互相傳播 就是我有我的工作 那市長也有他該負責的東西 那我們兩個的工作跟負責的內容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還是用共同的理念跟政治價值在傳播給大家 市長的交代你來進辦的首要任務是什麼 來進辦的首要任務喔 他沒有特別交代 但我想還是就是把社群的部分做好 在目前插總幹事 這部分現在團隊都到位現在就插總幹事 這部分我不清楚欸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如果在這個